PETA GIA SUPER 熱血登場 2023年是新增了六速手排的版本 那開起來的感覺呢 那就是操控樂趣多了不止一點點 是多很多很多很多 剛剛統哥說多了100倍 操控當然因為有這個所謂日歐的一個結合 所以我覺得開起來絕對比上一代的好很多 這一次有做了一些調整 那包含當然就是說在手排的變速箱 因為原本都是巴速的手自排 然後2.0的引擎的這個級距 他也把它取消了 所以這樣就3.0-6了 對 其實這裡說明就是說 其實會買這部車的 大概2.0的馬力可能沒有辦法滿足 就是我要就直接上3.0-6 而且這顆引擎當然就是 我們對它的評價 因為我們知道都是S58的這顆引擎 它的中速力道在拉轉時候的表現 而且重點是它1600轉 就有51公斤的一個扭力 那這顆引擎 但我覺得改裝潛力極大 包含就是改到我們叫巴萊 就是巴萊就是有點像是改到引擎內部的一些基建 包含活塞曲軸等等輕量化的設定 然後這個就是什麼高突 什麼突輪軸的競排器 我覺得都有做一些調整 這個可能統哥還會比我還清楚 但有時候車子改裝是這樣 它也不是馬力無限放大就是好 你知道你的馬力你的大馬力 你還得要你的那個強輸出 你還得要你的整個底盤的適配 要能夠對應 你要能夠均衡是不是 要承受得住 沒錯其實你承受不住 其實馬力大其實也會浪費在空轉上 那過彎的速度也不會快 所以我覺得其實一部車 我覺得要在賽道上開得快 除了底盤的操控 動力的加強 但整個均衡性還是比較重要的 但這就是有趣的地方啊 就是你知道它有那個空間給你啊 那你就在那個大空間裡面 玩你自己想玩的 這是所有性能迷都會想做的一件事 真的 然後另外當然就是說 它跟GR那邊比起來 我覺得如果是我的話 因為製作單位也說 他們不是有時候 是他問我說 這些GR系列 如果是我會挑哪一部 其實我會挑GR Super 的手排版 的手排版 為什麼 因為其實GR Super 我覺得它比較適合更適合代步 那GRMN 當然包含GR Yaris 其實感覺上你出去就是 比較硬派一點 對對對 你看到紅燈 你都想要油門踩到底 隨時要等綠燈要起跑 你知道那會的 你說對啦 因為董哥的Super 真的是會開 就是他說我出遠門的時候 都開Super比較舒服 是不是 六萬公里了 你看 所以真的平常通行 或上高速公路什麼的 沒錯 很舒服嘛 所以這個定位 我覺得也很好 能玩 對 能日常 對 就是一部非常好開的車 對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因為它 這個手排變速箱 它比自排 八速的手自排 輕了18公斤 是 所以但你知道 我們就對輕量化 其實的 很講究 對很講究 但就是對操控 也會有一些影響 好 那這個線條怎麼看 還是就覺得 輕點 我覺得但我要的 我要的跑車 但就是 它有幾個元素必備 第一個前後的爆龜 特別是車尾 我們等一下來看 另外就是它這次 十九吋鍛造鋁圈 有做一個應該講說 做一個升級 它換了J咖之後 每一咖輕了1.2公斤 另外一個就是 它在A柱 後視鏡 窗框 這邊都有做一個黑化的處理 然後而且它的黑還有不同的 對 它有些對比 你看對面那個白色 我講到那個白色 好好看 今天看到實車 消光白 對 我本來以為是貼的 結果不是 原色就這樣 對 原廠給你的配色 就是這樣 好好看 有沒有 然後在對面那個 你看 比如說像葉子板 這個黑化的一個處理 然後剛剛講 這個後視鏡 A柱 包含像車群 還有到後面 整個就是 對 其實這個 我覺得就整個這樣黑配 這樣說 黑白配比起來 我覺得蠻好看的 當時我們初見到 第五代Super的時候 那時候就在講說 會想到2000GT 是 對不對 就是它的這個 雙弧式的一個車頂 也是為了要跟它致敬 那剛剛也是這個 智希有講 我才知道說 原來2000GT是 身價驚人 對不起 我先講 它的地位是等同於 LFA 這個是我不知道 它有講 我想說 真的 它在去年 還是 對不起 2017年的 富比式的一場拍賣上 一台2000GT 賣了3179萬台幣 你知道這個車 因為也太稀有了 對不對 對 真的 所以我就說 這個雙弧式的一個車頂 有致敬的元素 對 有傳承流下來 對 然後另外這個爆龜 香 好看 你知道 它把車頂 就是 沿到車尾之後 它向內延伸之後 這個寬度 它又把它保留 而且它再更往外 就站到我這個角度看 好看 真好看 然後這個整個車尾 當然比如說 LED的一個燈條 然後結合後擋的 這個小壓尾 其實也不小 我覺得稍微再加一個 嗯 你知道有點偉異 如果是我啦 我覺得會更好看 下方的這個 很賽車化的一個 下氣霸的一個設計 比如說 有第三 我們講 菊花燈 第三煞車燈 你就講你那個 對不起 菊花燈 還有後 Diffuser 這也是我很喜歡的 後下老流 再加上雙 雙邊單出的一個排氣管 GR的名牌 其實它這樣 因為它這樣不同的配色 所以會讓你說 讓整個看起來好 SUPER的車尾看起來 會變得更扁 然後更寬 所以我覺得它這樣的雙色配 其實蠻好看的 老爹 坐上了手排牛魔王的車內 我終於就很深刻的感受到 為什麼這台車可以熱血 可是它好適合日常使用通勤 因為 你看喔 雙前座電動調整 電動調整的座椅 然後椅子坐起來好舒服喔 舒適配備都有 對 你有一種旗艦的感覺 那現場帶來這兩張椅子 其實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因為它的車高不到1米3 坐進來你會覺得是跌進來的 但是跌進來 當然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但其實這就是跑車的DNA 就是你要低 所有的重心低 一定是絕對讓你對操控 或者是對彎道成績 非常有利的一個重要原因 所以包含你的 你看它的這張椅子的坐點 跟你的地板基本上接近是平行的 是的 所以說在盡可能的情況下 它把這張椅子把它調到最低 所以你也可以看出 創造出不錯的頭部空間 你覺得我的頭部空間有多少 這樣呢 還不只 超過 超過兩個半 有沒有意外 意外 對 好 那方向盤呢 也因為是六速手排 所以就取消了這個所謂的 換檔撥片嘛 那方向盤一樣可以上下前後 所以基本上以我的標準坐姿來說 其實我會 再往前一點 對 像因為我們 好 你會往前很多 這麼靠近 因為第一個 因為它的手排形成蠻深的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 方向盤比較靠近自己 你在做一些靈活操作的時候 很硬電 反應會比較快 那前方呢 是8.8吋的數位儀表 但它有搭實體框 所以你會看到最外面的就是 0就是從1234567到轉速 然後6500轉 紅線的這個外框 就是在外面 然後 當然其他的車內的一些資訊 就是用這個數位的方式來呈現 中控上方也是8.8吋的數位儀表 當然就是內建的一些資訊 除了跟你手機做連結之外 還有一些功能 包含像你的坐車 互聯網的一些服務等等 好 那重點在中控馬安這個位置 中控馬安這邊 因為它走一個紅黑的不對稱設計 紅黑當然就是我們覺得就是 你看也是呼應它GR的這個Logo 也是用一個紅一個黑 這第一個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因為還是要凸顯它一些熱血的味道 中控這邊用了大面積的Carbon 而且我要稱讚一下 我覺得它在這裡設計的這一塊皮質的包覆 真的 其實你腿就靠在這裡 它也會很舒服 對 很柔軟 對 然後這個六速的手排帶的第一個熱血 而且你看它的換檔其實是很快的 有點接近我們的快排 所以我們在打的時候你就會很迷 你剛剛已經打了不知道多久了 我就不知道你在車上一直這樣 不是你知道那種就是手排迷 你知道那種換檔 我那時候Always是這樣 我自己心裡默念轉述 就是這樣 其實我是沒有哼出來 因為我有mine 其實我是這樣 然後退腦之後就 我跟你講我這個是很難改的習慣 我高中就是這樣子 在學校上課的時候就不上課 然後就在那邊 自己磨擬 然後就被老師教訓罰在 不專心聽課 這是熱血的後果 好 左邊當然就是有循跡防滑的 off跟運動模式 這個當然就是我很喜歡的 這邊當然還是保留原本的飛縮旋鈕 這邊當然還是保留原本的飛縮旋鈕 這邊當然有兩個支杯架 我覺得它很適合代步 就是以雙門跑車來講 因為當然可能也要歸功於所謂ABS 因為ABS它軟硬可調 你要運動的話它就幫你變硬 你要代步的時候就 就是不要那麼硬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還有它整個底盤的調性 我覺得算它的剛性非常好 但是帶有很多的Q度 所以你看統哥為什麼愛不釋手 你可以看到現在泥塵買多久 6萬公里 三年開6萬 然後這根本就是 你哪來當日常代步啊 當RAV4在開嘛 對不對 是太扯了 而且統哥 你剛剛是不是有說 你已經開6萬了 中骨架還特別好 對 沒錯 因為我們第一批的還可以改電腦 所以 你現在說錯了不能說的秘密 400批 對對對 400批 對啊 所以我就說這個車 我是覺得 真的我蠻喜歡的 所以很明顯的啊 還有包括車色 我們剛剛有看到新年市 除了對面的消光白 它還有一種灰 以及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藍 你有沒有覺得很好看 好看 剛一直在探問 超好看 我超喜歡這個藍色 炫實藍 炫實藍 好好看喔 超帥 所以就是一個很加分的選項 突然之間又讓很多的性能迷 愛不釋手 欸 你幹嘛貪氣 蛤 我也想有一台 可以討厭再買一台啊 對不對 我已經有三台了 那等一下再來看到賽套上 還有很精彩的金卡納賽 那到底比什麼呢 還有反映出的車子特性是什麼 稍後一起聊 地球王金線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球 調教出來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太照鏡的 這種個性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台下油門 地球王金線邀您一起上線